第2季 中国梦之声 天籁之战有请挑战者 经过一百多天的激战 天籁之战终于迎来了巅峰总决战 这一百多天中 由老洞大开的神曲改编 也有让人心跳不已的心速对抗 在今天的决战之夜 四位脱颖而出的挑战者 只有一人能最终登上象征荣耀的音乐塔顶 我为音乐所做的坚持是应该做的 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就是以一个音乐老师的身份 在那舞台上面 给孩子们勇往之前的信念 我觉得我也传达到了 摇滚乐绝不是只说的那一种方式 唱摇滚乐的也可以把歌唱得很好 直到今天我还觉得 在这一季天籁我是最幸运的 我用假音唱还用真声唱 天籁唱将心情助力 音乐硬汉杨坤 一二三四 长青树肺育精 你觉得可以没问题 唱作神童华晨宇 不要划枪太多 就是直直的 百变唱将张杰 我认为这个能够强 好 这个很酷 我喜欢 还有天籁的艺术总监莫文卫 我该说感谢 还是对不起 这么一点消失 这么一个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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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和你哈 今天的歌手自己感觉 就特别享受 嗯 只要享受就好 好来 欢迎来到第二季 天籁之战的总决赛之夜 我们一起期待 天籁之战 冠军的诞生 周雪敏 我们胡萝卜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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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身体不太好 听说你身体不太好 人有点软不是 倒不是感冒伤 不想说对战者是谁啊 对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怎么来对战者 可能凯伦 凯伦她是唯一的美女 她到这会出来报告 要拿来 今天不得了了 我就是大老板 拿两队要PK 然后谁顺序 谁先唱什么 全部都我安排 所以好忙啊 比平常要比赛要忙很多 老师们好 你好 这么正式的衣服 太正了 颁奖晚会的那种感觉 我们是传统歌手 不像你们新生代这么狂妄 我不敢狂妄 在您面前不敢狂妄 杰哥 你今天穿得很休闲 感觉又要去灌篮了 你怎么跑那队去了 我们要灌篮吧 他一下已经跟我了 这是我的了 现在 首先让我们热烈掌声 有请今晚的四组 对战组合 掌声有请 刘向松 费玉兴组合 李光 杨坤组合 张梦宇 张杰组合 耿思汗 华晨宇组合 我们本季天籁之战 发生了好多事情 都让我们很难忘 但是其中我觉得有四件事情 可以作为我们天籁之战 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首先同一个挑战者 挑战同一位天籁唱将 并且两次都成功的事件 掌声送给李光和张杰 还有我们的小哥费玉兴 338票的成绩 获得我们天籁之战 两季以来的最高得分 掌声送给小哥费玉兴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的天籁唱将杨坤 本季出赛保持六场不败 还有就算已经看到了 我们本季总决赛 台上的所有对战组合 八位清一色男性 我们不得不说 欢迎来到天籁之战 总决赛之男子组决赛 有请八位进入到我们的 海天观战席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热烈掌声有请 有决定权的那位 掌声有请 天籁唱将 Karen莫文蔚 今天我们Karen的衣服 跟往期比一样的漂亮 但是的确是休闲很多 那您觉得哪两组在一起对决 会是你最愿意看到的情况 首先先问一下台下的所有 这八位男生 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想要我怎么样配对你们 有想法吗 我都想 都想 最主要要抓住Karen的心 你心头那十票 咱们交情不错的 你还教我跳舞 别请我吃月饼 太好了 那张杰 你最不想和谁在一起对决 我最不想和 我知道你最不想跟谁对 看来我们的Karen已经读懂了我们张杰的心思了 杨坤 你会有特别想应战的组合吗 跟谁都行 最关键的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Karen这十票我觉得是非常关键 这才是关键是吧 对 谢谢杨坤 我最不想就是跟小哥费玉清再分在一组了 小哥我们是已经扯平了是不是 我第一次没给你的十票 你也没给我十票 对不对 绝不能往心里走 谢谢 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爱 要不要就是今天来了断好不好 有这个安排的意思 不要了断了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我们的李光跟张杰会第三次会面 如果李光和杨坤组合战胜了张梦宇和张杰组合的话 这个事儿 大家想看这个 然后有可能就变成了谁都赢不了张杰 除了那个叫李光的 所以这个好像很精彩 所以我们的Karen莫文卫 依据的一个原则四个字 冤家路窄 狭路相逢 看谁能够最终胜出 所以您的决定就像刚才说的 对决的是张梦宇 张杰 李光 杨坤 是 刘向松 费玉清 更思汉 华晨宇 对 分组达成 那接下来还要请Karen做出决定 到底哪一组对战组合 将率先登场 进行对决 这个简单了 因为今天有人生日 是不是 那当然我们的 生日子 你先来 你们这一组 通过酷狗直播投票复活的张梦宇 在张杰的帮助下 成功晋级 总决赛 总决赛 她的搭档 仍是张杰 做最牛的自己 而他们能否延续不败神话 还要取决于他们的对手 李光 我没有在一个地方跌倒过两次 马上会了 李光获得317票 第二次挑战天籁唱将张杰 成功 祝贺李光直接晋级总决赛 这次她和杨坤搭档 第三次直面手下败将张杰 先说出对战宣言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觉得明明我们这是一个战场 你让这个战场瞬间温暖起来 这是不对的 挑战达成 有请我们的李光和杨坤 来到我们的对战戏 有请我们的李光和杨坤 来到我们的对战戏 有舞台燃起来了 跟下午彩排一样就好了 好 就这样 不要过 带着不要少 然后稳住 好 节奏 好 最后 那个 脱长一点 好 有 有 漂亮 我们之间商讨最终定的山路十八弯 这个歌它是名歌 然后比较原生态的 我要唱得比较自由 比较空旷 但是又得在这个歌的整体的节奏里面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这里的水路十八弯 怎么还翻 我觉得耳机里给他一个Cube 一 二 三 四 这这感觉 好吧 你宁愿慢 都不要快 因为慢 这种往后做的感觉是很好的 有些录音录这种快的歌 都会把音轨往后移一点点 这样听起来心里就很稳当 很舒服 节奏确实是这一次的一个 学我翻过的山路十八弯 你同边了 你又同边了 杰哥他用他的音乐感觉 带动着我 让张梦宇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就这样 就这样 所以我现在心里面 就感觉要轻松一些了 不能把这个歌唱好 也就无怨无悔了 那我们就享受舞台 做最牛的自己好不好 OK 有请张梦宇 张杰组合 投票通道开启 21S奥跑更多年轻人 选择的拍照手机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天籁之战第二季 由点赞凉拌鲜鲜鲜鲜鲜鲜的 海天味极鲜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点赞凉拌就是海天味极鲜 酷狗直播就是歌手多 本节目独家网络直播 互动平台酷狗直播 上酷狗直播 为天籁唱将点歌 本节目由R11SOPPO 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 特约播出 天籁之战由美多斯 密集修复精油 特约播出 有韧性更韧性美多斯 本节目由方泰指定赞助播出 方泰水槽洗碗机 洗纸会洗碗 还能去果蔬农残 有请张梦雨 张杰组合 人票通道开启 那山的子孙 大山的酒 有无地行 这种名字 郑语 在监賞 有任何 对 这里的山路十八万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歌排队排 这里的山歌传连传 这里的山路十八万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歌排队排 这里的山歌传成村 我们绕过时报的弯路 攻守断起土酒杯 关完载客会 土甲铁一路奉献不几回 对唱的山歌 绕头里山多固灵的草木斗队 流着一方山水化的游人不想归了 飞后千山的绿与水 歌声就画得一起美 我演的山路里人随过多 天一湖四岛茶水湖有歌 长长中下游着调角楼至今都映着 这青山不舍中 只有安静包的触摸 哦哦屎铁一路奉 Challarda 做生日快乐 那麽一路奉献不准轻 大山的子孫悠 黄河的儿女哟 大山的子孫悠 黄河的儿女哟 这里的山河 派对派 这里的水路 九连环 这里的山河 船成船 这里的山河 十八万 十八万 弯出了图家人的精英寨 九连环 变出了图家人的珠宝团 我们绕过十八的弯路 拱手端起吐酒杯 光弯在合会 吐弹的一路 风险不几回 对唱的山歌 绕着被山河 固定的草木都对 留着一方山水 换了友人不想回 背后青山的绿与水 歌声与花的一起美 外野的山路里人随不躲 踢一户死到他曾无有歌 畅畅中下游着吊脚 炉子金都映着 这青山的舌庄 只有安静抱着我 啊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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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晚走背 等很晚走背 有人忘了再归 大象的子孫哟 黃河的兒女哟 大象的子孫哟 黃河的兒女哟 大象的子孫哟 掌聲送給張夢宇張傑 這首歌我覺得張傑為張夢宇選得很好 山路十八彎就感覺是我們張夢宇在這個節目當中跌宕起伏的經歷 我覺得他每次彩排都有些地方少一點點 但是每次正式唱的時候都會出乎我的意料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今天李光這道關好好看怎麼過吧 李光和楊坤 你們覺得張夢宇今天過得了你們這關嗎 三路十八彎都過了 我覺得傑哥今天表現得特好 當然這個夢宇也非常好 最後那一嗓子請看大家都起來了 李光雖然這是你和張夢宇的對決 但是《無形》當中 這又是你和張傑的第三次對決 你覺得看完張夢宇和張傑的演唱 你是不是有了信心 反正我一直對自己還挺有信心的 對 投票通道關閉 請兩組對戰組合交換位置 我現在就想一份喝酒 我們這次選擇了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這個不回家的人 是我自己願意承受這樣 對不起 期待你 期待你出現 期待你的無限 他們的歌得太難了 我想最後一次決賽了 應該把它做得豐滿一點 讓他有感情的同時又有層次 有層次的同時又有最大的爆發 讓別人有起伏跌宕 有搖滾音樂劇的感覺 這歌太難了 彩排的時候就很少有能唱好的 你感冒了愛上 反正是正在吃藥 我覺得這你得分清楚哪個重要 哪個不重要 這麼重要的時候突然感冒了 要不然我晚上出入夜 真的 你這個以後一定得注意了 好 風哥也非常貼心我買的藥 晚上我又打了點B 然後第二天彩排的時候 就那燒好一些 過幾天的排練 我心裡是特別有底细的 看著褲帶記號 勒勒 拼了 有請李光楊坤組合 投票通道開啟 投票通道開啟 愛過 就不要說抱歉 畢竟我們走過這一回 從來我就不曾後悔 初见那是美丽的相约 曾经以为它会是你浪漫的爱情 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 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 结果依然无怨无悔 期待你出现 天色已黄昏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等待一闪不开启的门 善变的眼神 紧闭的双唇 何必再去苦苦抢求 苦苦追问 曾经以为它会是你浪漫的爱情 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 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 你结果依然无怨无悔 期待你出现 天色已黄昏 天色已黄昏 如果每道解不開的切 命中解不開的切 是你 為何愛盼著眾生孤寂 是你命中解不開的切 為何愛盼著眾生孤寂 不關手 不放手 忍不脫 跳不住 啊 我未來盼著眾生孤寂 不關手 不放手 愛上一個不為家人 愛上一個不為家人 我未來盼著眾生孤寂 不關手 不放手 愛上一個不為家人 愛上一個不為家人 我未來盼著眾生孤寂 不關手 不放手 我未來盼著 camino 愛上一 Konstantin 好掛鬆 太離譜了 兩位唱得這麼扎心 估计两个男人爱上的是 同一个不回家的女人 我刚才过去搂她 她的全身都抖得不行 李光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很满意 李光是一个 只要他站在这个舞台上 他就比排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 他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张杰 你觉得李光还会重复 前两次的经历吗 前两次是什么经历 然后坤哥今天真的一出来 张梦宇他说他半边脸都麻了 我说你怎么面瘫了吗 突然这样 他说没有真的太好听了 就我觉得坤哥今天真的是帮到那个李光 坤哥太棒了 爱上一个爱采烟头的坤哥 张梦宇你觉得今天晚上 你能够过得了李光这道弯吗 首先我想说一下 刚刚在听的时候 我真的是从脚趾到手指到发丝 都已经被垫到了 特别是坤哥声音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怎么能够有这么好听的声音 然后光哥的高音也是冲上云霄 就是两者之间真的给我一种 特别舒畅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今天这个三路十八弯 可能会把你们俩绕晕 投票通道关闭 掌声有请张梦宇张杰组合来到对战舞台 那今晚张梦宇 李光到底谁会在这一轮胜出呢 首先我们想来听一下小哥对刚才这一轮对决的评价 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扎实 几位不管帮唱的老师还有选手们 你们表现的都是无懈可击 我觉得都非常的完美 两组都非常完美 但是小哥 您不能就是逃避了这样一个责任 您觉得到底是李光还是张梦宇更有机会呢 我真的两个都想投 这个真正头疼的 小哥 我给你投 那个投票的这个在这 不过真的两位真的表现 都没有一点点下次 我觉得是还真的打不出来 真的 要看观众的这个手上的按钮 外带最后的最关键的十票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小哥 费玉京 华晨宇 小哥 您没选啊 对啊 真难选啊 是 就音乐来说 两组表演其实真的零瑕丝 而且也能感受到两位天来唱将 有完全地帮到选手 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出来 我也第一次看到梦宇 原来还可以唱很民族特色的音乐 李光还是一如既往那么强大 对 反正这个问题还是交给凯琳姐吧 不要 谢谢华晨宇 那拥有十票投票权的凯琳莫文卫 您只要说出对这两组对战的评价就可 因为我都有看所有人的彩排 首先说张杰跟张梦宇的表演 就是今天进步很多 真的就是全新的一个感觉 很舒服 然后张梦宇真的从第一次来到天 来到现在每一次都看到你有战胜了自己 然后真的是脱胎换骨 所以恭喜你 很棒 那坤哥跟李光就是很有戏剧性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很有层次 有不同的画面在这个歌里头 尤其听说李光是身体不舒服的 可是我 你不舒服还能唱成这样 真的太夸张了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投 你还有从海天观战席走到舞台上 这么短短的时间来考虑你最后的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莫文卫 会把他手中的十个投票器 挂到哪一位挑战者的胸前 救命啊 救命啊 Karen 现在你必须要做出决定 你这十票是支持李光还是张梦宇 莫文卫最终的决定是 恭喜挑战者李光获得我们天籁唱将莫文卫的十票支持 也有请我们的天籁唱将Karen 莫文卫回到我们的海天观战席 首先我们来揭晓莫得莫文卫十票支持的挑战者 李光 杨坤组合得到的现场支持票数是 三百二十九票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张梦与张杰组合 获得的观众支持票数是 三百零六票 恭喜李光进入到我们的终极对战 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也请李光到后台为最后的对战准备 这一份反映我们的组织颜色 对 你的眼光还是 那张杰 我们两个当拿十票的时候都猜错了 你记得吗 虽然今天我们跟观众想的是不一样 没有赢得今晚的这一场比赛 那张杰还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张梦与 张梦与真的 我真的我看到他就像看到了二十一二岁的我自己 当时我就是来到东方卫视参加的节目 我觉得无论是从哪里走出来的爱音乐的孩子 都会被音乐眷顾 然后他也是老师 我觉得很多的小孩也看到了 自己的老师有各种的不同的音乐的变化 我相信会更加的从你的身上吸收更多的音乐养分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杰哥 其实我非常想感谢各位 首先想感谢一下花花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比赛的时候 然后和您在一起PK 然后当时其实我发挥了我99%的能量 我觉得我完成了很好 然后没想到花花这么棒这么棒 然后虽然说输给了花花 但是也让我回去的时候就是积蓄了能量 然后再去战斗 谢谢花花 然后我还要感谢Karen姐 Karen姐我觉得特别特别暖 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然后她说我这个身线很独特 选举也很大胆 我觉得年轻就是要去挑战 也同样谢谢Karen姐给我的鼓励 然后也非常感谢坤哥 还有费叔叔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两位 当然最要感谢的就是杰哥 真的杰哥他特别暖 而且杰哥竭尽全力地帮助我 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之一了 谢谢杰哥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们的张梦宇收获的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美好回忆 也是给你的学生树立起一个很好的榜样 告诉我们热爱音乐的孩子们 只要抓住机会 我们总能向前迈进一步 让我们用掌声祝福我们的张梦宇 再次向前迈进一步 接下来对决将在耿丝汉 华晨鱼组合 刘向松小哥费与清组合之间展开 小哥的表情刚才好像倒吸一口冷气 我觉得您今天不用忐忑紧张 有可能您会交好运 有没有发现您身边 这个海天味极仙酱油瓶里的 那束美丽的鲜花 瓶中有素美丽的花 那是酱油土芳花 希望这束酱油花 能够带给我们小哥费与清好运 同样也用掌声祝福我们的耿丝汉 华晨鱼组合 有请两组对战组合 来到我们的对决舞台 第一次 第一次同分 您毅然支持的是 刘向松 直通总决赛的选手刘向松 他另类的民谣与摇滚相结合的演唱风格 令凤凰传奇也败下阵来 祝你越飞越高 他的助唱明星费与清 凭借独特的个人风格 多年来在华语歌坛一枝独秀 这组特色鲜明的搭档 对抗的是90后摇滚小子 耿思汉与华晨宇 古灵精怪的年间一代 如何介绍另类个性的前辈 强强对阵 谁才能胜出 首先请两组对战组合 告诉我们你们的对战曲目是 也是个综合体 有三歌 姻缘 还有你选择那首歌叫做 对你爱不玩 我们这首歌不需要通过串烧来改变 我们就直接在一首歌里面改变 叫田夫珍的渺小 请面对面说出对战宣言 不管怎么样吧 都对你们爱不玩 但是输赢很难讲 所以请你们加油 那我呢 对花花来讲 不是太熟悉了 感情来了个好啊 到了这种对战时刻 也不要客气啊 今天我们就把最好的状况 信给所有的朋友吧 虽然我们两位在年纪上面很渺小 但是我们不弱的 既然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觉得要尊重舞台 然后还是那一句话 就是我想应 挑战踏城 上一期马路被淘汰了 我其实会很难过 然后也会觉得 自己会不会帮不到他们 有问尹冠军和选你哪个重要 我觉得跟你合作会比较重要 因为是一个有趣的经历 那我就撒开了跟你玩 撒开了玩吧 真的 这个歌它的歌名是叫渺小 往往像这样的歌词 它是非常有力量的 花花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突破 我们要一直要尝试走出自己的安全圈 要接触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这回是个很纯粹的一段rap 就是我之前不会去尝试唱这种风格 那那个fun一定要换气 因为那个你记得它是长音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和你 就立马换气 而且气要换足 OK 需要我自己去学习去适应 还蛮多的 因为它本身具备战士一样的一个气质 所以我就把这个歌变得像两个斗士 在进行一个对抗 会做不到的 会做不到的 我和你别让自己当回走 嘴巴上的自己 我刚刚有一种我要去打你的感觉 对对 但是你是在夺我的感觉 行那我知道了 那就特别好 你要看对打 你要怀着一种低的眼神 看着大花球 花花是个很投入于舞台的人 跟花花一聊天 我就马上从她身上学习到了一些东西 赢不赢无所谓 但这个歌一定会让我们两个人 拼尽全力的去完成 并且很享受 这次就让我们两个人嗨翻全场 OK 没问题 造起来吧 对 炸 Yeah 有请耿思汉 华晨宇组合 对战曲目渺小 投票通道开启 最风华的城市 为何带来最寂寞的北京熊 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过 最洋葬的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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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纯洋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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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了 最烦恒最烦 pone 最烦烈的流途 难道为了成就 最温柔的 小团圆 最戬丹的枯碗 拉 从来不想证明 最荒谬的大时代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叫不要哭 原来醉扬的天空 奉入深缩的星星 先來最大的懷疑 所有渺小的自己 We wanna find We wanna find Oh Everybody say Oh S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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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繁華的城市 何個帶來 最寂寞的非欺凶 最熟練的孩子 如果走過最洋藏的垃圾場 最瘋了的回憶 又會讓我相信對著著的一剎那 最受我的世界 偶然讓我看到最美麗的一首是 原來最亮的天空 早上說的星星 微狂回到 微做到的 微害 偷偷的我和你 原来突然的回忆 工作和想到自己啊 生活的电池更像 终于灵魂相遇 终于众生我 该说感谢还是对不起啊 怎么一点消失 怎么一点诞生 怎么一点关注 我和你 好 Fight We want to fight 看完他们唱渺小 我觉得两位心里想的是秒杀 两位年轻人的服装 就应了那句话了 叫做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真的很久没有这样唱摇滚乐了 也是因为 耿思汗 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歌手 然后 大家能看到他的这个体型 就很能力 所以我也只有在他身上 我敢这样去改编歌曲 这样去尝试 并且他也完完全全能够把这首歌表现得特别的好 太爽了 我都没缓过来 我在唱前面第一段的时候还在想 后面要爽起来了 起来了 然后唱到后面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把这些东西都忘掉了 然后我就觉得好快就结束了 特别爽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发现没有 这两位已经开始准备庆功了 哦 不知道刘向松和小哥费青 你们觉得自己还有多少的胜算 一开始在那有点慢板的唱歌的时候 我就微笑一下 哎哟 后面不得了了 他两个人都爆发起来 哇 全场也都嗨起来了 是不由得有点打寒战 但是待会我们得也像他们一样 卯足的劲 卯足的劲是肯定的 为了 我和菲老师给我们搞了一个组合的小名字 叫小胡萝卜组合现在 所以下面期待小胡萝卜组合吧 那胡萝卜也是吉祥物啊 哦 一定是 投票通道关闭 接下来请我们的两组对战组合交换位置 不好意思 您有请您同意 我就写了个小胡萝卜组合 不会 也蛮有意思的 博博对我们是好事 博博是彩头 博博是彩头 彩头 好 好 好 那才棒 这次我们两个的这个结合的歌 《对你爱不完》 我们会加入很多特别的元素 就是特色 也请了外国的老师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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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生到现在对男的一次 因为我第一次跳舞 我是一个摇滚乐人嘛 平常都是弹着急 他唱歌就好了 难到什么程度呢 难到我都已经去买了六位帝皇丸 腰都已经闪了 对我来讲 难到不是人 要命的是要花蜀些 古早量大 但是文俊拼了 这边 这边 6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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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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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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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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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我可以天天愿愿 宁愿到永远 对你爱 爱 爱不爱 我可以天天愿愿 宁愿到永远 所以我们爱 爱 爱 真爱 不愿意私生点点 谢谢去面对 对你爱 爱 爱不爱 相爱 缘分 总是 这么难 等初上也未央 来往的人多匆忙 我不想太紧张 和别人一模样 等初上也未央 来往的人多匆忙 我不要太紧张 和别人一模样 可是你对我忘良 这眼睛大优良 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把胸中肠子一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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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种日子不好过 把沉默叫你 把微笑当吐息 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我对你爱 爱 爱 爱不爱 Oh my god 我可以天天月月 念念到永远 所谓爱 相爱 不愿意私私点点 谢谢去面对 我对你爱 爱 爱 爱不爱 我对你爱 爱 爱不爱 相爱 原本 总是 这么难 你看春天里里里的白花香 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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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 春天里里的白花香 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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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 春天里里的白花香 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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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 个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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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 你个烂的烂的烂的烂 你个烂的烂的烂的烂 你把沉默叫你 把微笑当作戏 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朋友们 也是吧 对你爱 爱 爱不爱 我可以天天夜夜 念念到永远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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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 谢谢去面对 我对你爱爱爱不完 我可以天天夜 念念到永远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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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 谢谢去面对 我对你爱爱爱不完 相爱原本总是原本总是将来 春天里里的白花香 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 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 克兰 优忍 掌声送给我们的 刘向松 小哥废玉清组合 不知道小哥废玉清 对于今天你合作的挑战者刘向松 表现满意吗 表现满意 我们这个非常欢快的心情 动作 也些 都可以 背得脑 还不错 刘向松呢 没有 我就 觉得有点辛苦我的废叔叔 记得好多这样 然后我确实有一些小瑕疵唱的 因为上来上猛了 我觉得有点激动了 好好好 因为挑战者太强了嘛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算是完美呈现了一出这个嘉年华的大戏 你们跳得高兴吧 我感觉两位的气氛呢 已经不像是天籁之战的决赛了 是像春节联欢会的气氛 再次谢谢两位 把过年的气氛提前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那也很想知道 耿思汗和我们的华晨宇看了他们的表演 是不是觉得他们有希望可以战胜你们 唱起来 你来不完 费叔叔 你为什么每次跟别人合作之后就总是会有一些那么的激情是吗 我突然一下回到了去年总决赛的时候 当时你跟小乔也是改了一个很热闹很喜性的一个歌 然后把全场带嗨 我刚刚也是一样就一下回到了那个年代 就是跟着二位一起嗨起来了 就很开心啊 谢谢华晨宇 这个话好像也有一点潜台词 就是告诉我们小哥费玉清 您唱得真好 但是结果和去年一样 对啊 太惊喜了 因为我跟刘哥其实经常在演出上碰到 他就是那种特别开心 给身边所有人都带来欢乐的 所以今天这场演出 费老师还有刘哥 就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欢乐 就不相在比赛 谢谢你们 谢谢 来 投票通道关闭 让我们掌声有请 耿思汗 华晨宇组合来到对战舞台 其实他们没有发挥的害怕 就有些人该准备的反复 其实他们因为两个都生病了今天 对 然后都病了 明白了 在揭晓最终的得票数之前 也依然想听听我们三位观战的天籁 来唱下你们的意见 其实两首歌确实没什么可比性 完了以后两首歌的这个气场 其实都达到了不同的效果 但是听小歌跟向松在台上载个载我 真是有一种大吉大利的感觉 就是非常富贵 图个喜意性 他那种感觉都已经表达到了 我们也都感受到了 大家都感受到了 娱乐性很强 花花跟耿思汗这首歌 我觉得要感谢花花的改编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句旋律非常非常重要 它成功地收买了我们的观众 这个山中性很强的这句旋律 非常非常重要 要没有这句旋律 还不知道谁赢呢 我告诉你 但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说他们马上就能赢啊 我说这个旋律很重要 第二重要的是有互动性 第三个很重要的 就是从来我没有看到 花花跟耿思汗在台上 像滑拳一样 五魁首啊 六六六 那也挺震撼的 你知道吗 这三点其实就是完美 完美 所以您如果有一票支持的话 您会投给大吉大利的 这个组合 还是猜拳行令的这个组合 小哥和项松大吉大利 我完全感受到了 我收到了 但是我把这票给耿思汗 就真的花又把耿思汗的能量 就再往上推了一下 前面也给了一长段给耿思汗的 个人的一个声音展示的时间 然后花花也是作为一个辅助 就让他可以在很舒服的音乐里面 去表现自己 很惊艳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花花这组 耿思汗这组 看来两位天来唱将 做出了一致的决定 Karen 你对这一轮的对决 有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觉得这两组都很年轻 我觉得这个表演 虽然你们叫红萝卜组合 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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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整体非常丰富 因为包括那些舞蹈 还有大鼓 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看 很精彩 相对花花跟耿思汗的那组 就什么都没有 就是只有一个钢琴 一个白的灯光 然后所有整个气场 就靠你们两个 所以就证明你们 那个里面那个 我暴力 是很惊人的 不知道我们的 Karen 莫文卫 会更垂青 哪一组的表演 有请拥有十票表决权的 Karen 莫文卫登场 有请我们的Karen 莫文卫 做出你最终的选择 有请我们的Karen莫文卫 做出你最终的选择 你最终的选择 這個年代的搖滾就是其他一種 真的 完全變了 旋律的東西已經成花架了 所以說他們是占便宜的票數試 耿思汗 華晨與組合獲得的 最終支持票數試 330票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今晚獲得的最高票數了 劉項松 費玉清獲得的支持票數是 304票 那我們就要掌聲 在這一輪恭喜挑戰者耿思汗 首先有請耿思汗到後臺 為最後的對決做充分準備 祝您豪運 所以也是怎麼樣都會贏 對 也有請我們的華晨宇 回到我們的海天觀戰席 真的很好 剛才我們的小哥費玉清 跟你的花花就是說得怎麼這麼 就是說可能觀眾的投票 這10票也果然是高了一些 給人家耿思汗 所以這10票真的到我這兒來 好像還救不了 這幾集下來 我們的算數越來越好 劉項松 你的這個音樂的路與眾不同嘛 奇怪的 所以第一回我就敗在你手上 我記得他贏我的那一集 前面加了一句話 如果我能贏的話 那是雙喜靈門 這個星期我娶媳婦 果然你看 那時候就雙喜靈門 這個大家這麼的愛護 劉項松你得努力啊 一定 明年來報我們一個好消息 是來了一個單的寶寶 還是個龍鳳拍 是不是 首先我感謝東康衛視 感謝這個舞台 其實我來到已經不是滿載而歸的問題了 我已經超載而歸了其實 超載在哪兒呢 可以在電視機前跟我一同在這個音樂道路上摸爬滾打摸索的朋友們 不管是弟弟還是哥哥還是長輩 我希望對你們講 要保持自己的風格 要放大自己的風格 多向高人去請教去學習 所有人都成為高人的時候 中國的音樂就都變得很高明了我覺得 感謝 對 劉項松的話 真的讓我們感受到 他是一個充滿著激情和理想的優秀的中國音樂人 掌聲送給劉項松 也謝謝小哥費金送出的最後真摯的祝福 我們祝劉項松掌聲貴子 也請小哥費金回到我們的海淀觀上席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回到 我沒有在台上感謝費老師 我借這個機會 我第一次跳舞 我怎麼會跳舞的 費老師來陪我練舞 謝謝 雖然他們覺得我跳得不好 跳得不好怎樣 跳得不好我可能就慢慢跳 下次我還來跳 我還跟費老師一塊跳 這麼決定了 好啊 接下來讓我們有請 Karen 莫文蔚 和我們今晚的特別表演嘉賓 彭彭和小文 為我們帶來特別表演 前後兩千萬拍照更清晰 謝謝 有請天籁唱將莫文蔚 帶來今晚的特別表演曲目 涼涼涼 我還投一筆聽著 我還投一筆聽著 聽著唱creat心 翻唱給小文蔚 能夠揍一筆聽著 我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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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曰豬 我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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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故作不疼不痒不牵强 都是假象 洋洋月色为你思念称河 化作权力呵护着我 千千岁月抚满爱人羞 翩翩芳飞入水流 洋洋天一连年离神花色 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生结一度情结难留着旧的心 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遗憾 遗憾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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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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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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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